继续往第52号的操作来前进 接下来到这边就是属于文字加宽的支援设定 这个呢就我刚讲的 如果是一整段一整段的一个情况 你希望这一段当中字跟字之间支援把它加宽一点 那你就可以用字圆间距 但是呢同学呢特别注意一下 通常会用这一种字圆间距加宽 我刚讲的整段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用字圆间距加宽 就是我们所谓的标题 标题啊知道吗 比如说一份文件的标题 那可能短短的几个字 但是呢虽然是短短几个字呢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字圆间距把它加宽 那我是建议说呢 像如果标题短短几个字 其实不见得也要用字圆间距 你可以用我们刚刚所教你的什么 最是文字大小就可以了 了解 因为呢往往同学如果用字圆间距加宽 去加大 会犯一个小小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来我举个例子 那么呢我用直接念的黑板 要插不好插 我直接再写给各位看 我举个例子 像如果假设ABC 假设我以ABC这三个字呢 当做一个例子来说 所谓的字圆间距指的就是说呢 A不动把B呢 A不动把B呢往前推 比如说我们字圆间距加宽5PT来说啦 它的意思是A不动把B呢往后加往后推 推开多少推开5PT 所以呢这样子A跟B就扩开了 那同样的道理B跟C之间也是要加宽5PT 那一样B呢这时候就不动把C呢往后推 把C往后推5PT 所以它是这样的原理 好同学那我请问你 C后面还没有字 没有字了 C后面已经没有字 它还需要再往后推吗 不需要 但是很多的同学呢 他们在设这一种标题 假设ABC是标题 一份文件的最上面那个总标题 他往往不小心的 就会把ABC三个字都选到 听懂吗 那你把ABC三个字都选到了 都去设它的5PT了 你就会发现C的后面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5PT的距离对不对 C的后面无故的多一个5PT的距离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这个标题歪歪的歪一边 听懂意思吗 它其实不是歪一边 因为你后面给它设了一个宽度了嘛 所以它的总宽度 事实上是从这边到这边嘛 听懂意思吗 所以呢 总宽度事实上是这么宽啊 所以总宽度从这边 包括后面给它推开的这一段 所以这一个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总标题都习惯自中 对不对 爱自中你就老觉得奇怪 为什么ABC都歪一边呢 听懂吗 歪一边来自于你 给它这边啊 这边给人家加宽的关系 所以记住 资源兼具加宽 如果你是用在总标题的话 记得后面这个字不要选到 选前面的字做资源加宽就好 那懂意思了吗 这个小小的尝试知识交给各位 以后你就不会老是觉得 为什么我的标题看起来都歪一边 关键在于你那个标题的最后一个字是不需要选到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同学 他跟你讲这一段把第一段加宽 同学请问第一段里面的哪一个字不用选到 是不是代表我这样选可以吗 这样不行 为什么 这样你把后面那个字怎么样 也选不到了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据点后面是不需要加宽的 听懂吗 但是请问这很重要吗 其实不重要 懂意思吗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它只是后面多一点点 后面多一块出来 你根本不会察觉 所以像这种诊断文字式的那其实没差 但是标题就有差了 听懂吗 标题才有差 所以像这种一诊断的其实呢 你把诊断选到 就算选到后面这个据点 等一下据点后面多一个一段距离出来 多一个5pt加宽的5pt的资源间距 其实没人会去注意到那些人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不用紧张 所以麻烦各位把第一段选到 来那么呢我们到资源间距加宽在自行面板的小小的按钮 把它点下去 记得哦 字要选起来哦 好就在我们的进阶 各位进阶这边进来 看到了吗 间距有没有看到 点下去的标准选加宽 点下去的标准选加宽 它要求加宽10pt 10pt那个pt就是点数哈 pt就是点数 所以麻烦各位直接打10就好了 那个点就是pt的意思哈 点就是pt 所以就不要动它了 所以就不要动它了 好 我们按确定就好 哦 你看加宽那么大了 这样了解哈 这样了解哈 可以吗 字元间距加宽往往是所有的 握得的认证考试必考的设定 很奇怪 都很喜欢考这种字元间距加宽 这各位还好 应该你们比较没有遇到那种要考认证的情况 不然的话呢 我们都会请同学 务必要记得 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怎么去设 因为什么的认证都几乎会跑来考这边 以前遇到一个同学 他不会自己人建议他怎么做 就用空白键 那一段下来每个字都要空白键 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所以呢 希望各位这个了解了 以后你就比较轻松了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再去往下看 再来呢 第53号的操作 我刚刚各位学会的 字元间距在哪里设了 未来各位呢 就记得 字要先选到 好来 接下来呢 就不是整段哦 针对几个字就好了 来 目去招来 颜色故啊 门前冷落 车马兮啊 好 把这几个字选起来 上移同学 往上移动 它是没有变大 也没有变小 也没有变宽 没有 纯粹就是整段 你所选到的往上移动一下去 往上偏移了 它现在的位置上去一点点 这个往往被我们会常常拿来做 美工文件 美工文件 有时候呢 我们在美工文件里面为了让字 有上下的变化 我们会这样做 有些会移下来一点 有些会上去一点 这种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了解 你会上移 你就会下移了啦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段选起来 回到刚刚的那个地方 把字型的面板 再把它点一下打开来好吗 就像你刚刚进阶进来这里 进阶这边 好 各位 有没有看到位置两个字在这里 位置 本来呢 现在是标准的 你把它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会上移就会下移 因为两个字放在一起 好了 我们上移 上移呢 它要求多高呢 10pt 有没有看到 上移10点 点就是pt 来 那我们把它打一下 把3改成10 好 你按确定就好 好不好 你看整段就上去了 所以这种话 一般来讲 我们正常的文件 比较少用到它 通常呢 我们就用在于 属于美工文件 用的比较多 上移或下移 会让你这些文字呢 感觉有上上下下的变化 一般的文字 一般的文件 正常文件 比较少用到它 因为这种属于特殊的情况 好 来看一下第54号的操作 第54号操作的话呢 它不是设定什么属性 刚刚我们前面所做的都是设定什么颜色 大小 这些都不是 它要各位设超连结 同学 Word里面设超连结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因为它印出来 根本没作用 听到吗 这种超连结 就是说当你把这个Word的档案 当你把这个Word的档案 存出去 或者存成PDF档出去给客户的时候 客户可以直接在你所设定的超连结的文字上面 把它点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上网进到你所指定的位置 所以这地方呢 是一个一般来讲 我们这种叫做设定超连结 你给它的档案呢 它呢 可以直接从你所设定的超连结的地方 按下去啊 就可以打开网路 然后进到你所指定的 要它看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它说呢 请你把它超连叫Yahoo 同学 Yahoo 首先要先了解Yahoo的网址 首先要先了解Yahoo的网址 TW.yahoo.com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 来 请看一百 好 超连结 因为等下 这样的话你可以慢慢打这几个字 来 等一下呢 等一下呢 我们要超连结啊 所以超连结 就是我刚刚讲的 点下去呢 就可以打开 那个指定的网站 叫超连结 到Yahoo 到Yahoo 那首先你就必须要先知道Yahoo的网址 所以耳后各位如果要超连结到你指定的网站啊 你必须把网站的网址先copy起来 先了解 然后知道在哪里把它copy起来 那如果没记错的话呢 Yahoo的网址应该是TW.yahoo.com 他快要倒了 所以赶快去看一下 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进来看这个了 有人会看Yahoo只是看他的新闻 像各位家里面还订报纸吗 没有了 那你们都上网看新闻了不是吗 那你们都当然去看新闻 不一定啊 有的到TWS的新闻网站 有的到什么什么 反正现在新闻都24小时 在网路上都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Yahoo呢 基本上也慢慢的比较少人去了 没关系 我们来做一次 来 那么呢 TW.yahoo.com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超连结 他要求把地走从君阿以死选起来 假设我想针对这几个字做超连结的动作 把他设定一下那你还是要先选到他 好同学注意看 选到之后呢麻烦各位滑鼠在里面 先放到里面去哦 才把右键哦 右键点一下 右键 同学 有没有看到连结这两个字 连结 有没有看到 好把它点下去 找到了 来 同学 同学 王子这一栏 看到没有 王子这一栏 麻烦你把黑板上写的把它打进来 小写了 TW 字不要打错哦 TW. 英文状态下的小点 点YAHOO.com 如果没记错 我去确认一下好了 各位动一下啊 因为太久没进去 雅虎 所以天下没有不倒的公司 TW.雅虎.com 没有错 代表我的王子是对的 来 那现在呢 各位你看一下 王子 请各位把TW.YAHOO.com 字不要打错哦 好了 我们就按确定哦 来按一下确定 同学 最大的特征是 第一个 它颜色改了 有没有改 你看 第二 底下多一条什么 对 多了一条什么 多了一条蓝色的线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超连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啊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 你说只要把这个档案记起来给对方 对方按下去就可以打开YAHOO了 是真的吗 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嘛 来 现在哦 你把Ctrl按住不要放 你去把Ctrl按住不要放 洪雪你的滑鼠没有变一只手啊 你的滑鼠 给我变一只手 滑鼠变一只手的时候呢 注意哦 Ctrl不要放开哦 继续按住哦 这时候呢 你的滑鼠一变一只手了 对不对 把它点下去 就把这句话点下去 点一下 好 记得哦 Ctrl是按住不放的哦 好 来点一下 好 他问你说 来 因为哦 他要打开一个网站 他问你说 这安全吗 可能不安全哦 你看YAHOO多可怜啊 现在这变不安全的网站了 来 你是否要继续按4 没关系 同学按4 按4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程序性的 他一定会问你啦 要不要打开 来你按4 好啊 他被 被那个 被封起来 看一下啊 前面需要打H 呃 应该是不用吧 应该是不用 点看 不然这样好了 听你这样讲 我想我们可能呢 再做一次 应该是不用啊 因为他都可以超连结了 来 我们再一次 连结 好 来 这边一个编辑超连结 因为我们要去改他嘛 我们要去改他 来 编辑超连结 来 一般来讲是前面不用打 他会自己补上去啊 但是呢 以防起见 我还是打一次 来 再前面点一下 那我们就得辛苦一点 打上H什么 TTP 现在来多一个S HTTP S 对不对 冒号 啊两斜线 同学 两斜线方向不要错 靠快点 来 两斜线方向不要错 HTTP S 冒号 两斜线 我们就补一下吧 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让它过去 好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下确定看看 我们进来修改 修改我们再重存一次 好我们再说一次 看它会不会 一样把它视为是可以的 来Ctrl按住不要放 滑鼠放在这个字上面点下去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应该有吧 你们有没有打开啊 有有有可以了 但是它是用怎么打开你知道吗 它用那个IE打开 IE下已经都没有人在用了 不要进来 我的画面给我按掉了 给我给我给我 按掉了 是怎样 没事吧 你们有按掉吗 没有 那为什么我就按掉 来 它不是用Google它是用IE打开 没关系啦 IE把它打开 只要可以打开 代表我们的网址是OK的 所以麻烦各位呢 记得打上什么 前面加上HTTP S 冒号两斜线 OK 这个就是说呢 将来各位如果你在文件当中啊 有需要做超连结 让对方收到你的档案之后呢 可以依照你上面所超连结的网址 进到你所指定的网站 那就是OK 我们这样做 你就了解怎么做了 到时候忘记了 再麻烦你看一下我们的网 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好 那我们把它关起来吧 好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我把它录一下 可以哈